哈囉,大家好,我是Bobby 今天呢,Bobby要教你們玩兩種小遊戲喔 我有請來兩個小助手喔 這是盧西亞 大家好 這是盧森 哈囉 好 那第一種遊戲,我們要準備的東西喔 卡片 那沒有卡片的小朋友呢 你們可以拿一張紙代替喔 再拿一支筆 把你上面的東西寫下來就可以了喔 好 首先 先把卡片分成兩半 一份呢,給盧西亞 一份呢,給蘇晨 現在我要請蘇晨和盧西亞轉過去 對,就是這樣子 像他們這樣子背對背喔 接著請蘇晨和盧西亞拿一張卡片 放在自己的胸前 好 等一下Bobby會數到3 數到3的時候 蘇晨和蘇晨要轉身 變對方的卡片 好 蘇晨和蘇晨準備好了嗎 好了 1,2,3 1,2,3 投 這次是蘇晨比較快 所以蘇晨獲勝 耶 好,就是這樣子我們再試一次喔 好,蘇晨和蘇晨要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,Bobby要數囉 1,2,3 1,2,3 投 欸,這次跑出來是蘇晨比較快 所以今天蘇晨獲勝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第二種遊戲 要準備的有卡片 白板 還有白板筆 那如果家裡沒有白板和白板筆的話呢 可以用紙和筆代替喔 好,現在請蘇晨和蘇晨面向白板 好 接著 請蘇晨抽一張卡片 喔 他常常有這個字喔 要請蘇晨在蘇晨的背上畫出這個字 再請蘇晨寫在白板上 好 我們來看看 蘇晨有沒有答對呢 叮叮叮叮 答對了 好 那我們再玩一次喔 蘇晨好像又答對了 接下來 我們請蘇晨和蘇晨交換 現在請蘇晨推翻卡片 好 是這個字 蘇晨有答對嗎 叮叮叮叮 答對了 那我們再玩一次喔 好 哇 蘇晨又答對了耶 好 謝謝我的小幫手們 那小朋友 那小朋友 在家裡啊 可以把卡片的圖案換成 你想用的圖案或者是英文都可以喔 這樣子會更好玩 現在換你們挑戰看看囉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